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继续来谈谈十种信心的第四种 第四种叫慧性 智慧 第五种叫定性 慧心 我们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慧心 慧眼 有智慧 智慧从哪里来的呢 智慧从精进来的 为精进哪里的智慧呢 那你看看 这个精进呢 我们换一句话说 大家就很好懂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这些年来 同学们呢 你都能够看到 没看到 大概也都听说 现在 在国内 讲弟子规 蔡林旭老师 将出名了 后面接着还有邵老师 有好几个 我知道 至少有五个 那么他没学这个东西 以及在外面讲呢 只有两三年的时间 现在居然许多大学 邀请他们去讲 学生教授听到都很受感动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绩 没有别的 就是精进成就点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蔡老师告诉我 他是一年的学习 一年时间呢 把弟子规统统落实了 他做到了 然后出来讲 他能讲的 能感动人 讲的叫别人赞叹 是他自己学习的心得报告 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 这才能感动人啊 你不是从自信里面流出来 听别人说的 听别人说的 所谓是 积问之学 不是从心信出来的 我听人家讲 听得多 我看看得多 我也记得很多 与自己心信不相干 那样说出来 也能说的天话乱坠也 不能感动人 要感动人 这一定要先自己做到 啊 社加福 为什么讲经能感动人 全做到了 没一样没做到 啊 绝对没有一句话 说他没有做到 他说出来 没有 啊 孔夫子 讲学 为什么那样的 感动人 也是做到了 没有一句话是 妄语 没有一句 其语 做到了 老实话了 这个一定要知道 我也常讲啊 做到之后啊 说到 是 说了之后 一定可以把它做到 贤人 啊 说了之后 做不到 骗人 啊 一定要真干 啊 真干呢 会心就先去 啊 你就有能力 辨别 是非善无 啊 纵然不能够 啊 有相当的深度 啊 但是至少啊 不糊涂了 啊 自己多少有几分把握了 啊 这样就会有进步 啊 第五 第五 定性 这个很重要 啊 人有了定性 我们就知道啊 他一定有成就 学问 一定定在 专门 事业 也一定定在一个专业 无论从事于哪样 只有不断的改进 绝定不能搞另外一行 啊 经营的面太广太多了 太复杂了 你的精神 你的体力 照顾不到啊 照顾不到啊 你就做不好啊 虽然有人帮助 你不能做到十全十美 如果你一生只搞一行 只经营一个行业 你能把这个行业带到 顿风造极 变成 全国 同一个行业里面的典范 甚至于再扩大了 全世界同一个行业里头 受取一支 一成就了 现在很多人呢 都是想学读 所以多方面发展 纵然他有这个福报 成就还是有限 如果经营不善 这个助手 不是真真 志同道合 往往 到年岁大了 衰老了 他这个公司行号就经营不下去 我们看到很多破产的 连自己一代都保不住 有人勉强维持自己这一代 死了之后 到底下第二代就完了 就破产了 分家了 他这个事业就结束了 我过去在讲习里常常讲过 这个不算成就 成就怎么样 无论哪个行业 家庭也是如此 后继有人 这叫成就 这个中国古人讲的 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了 那个后不是说你有子孙 我不是这个讲法 我讲是你的后人能够集成你的事业 那么这个集成你的事业的人呢 不一定是儿女 学生也可以 学术有集成人 事业有集成人 使你这个事业代代相传 这才叫真正的事业 你看中国有些商店老字号的 几百年了 老招牌 他们的代代都有人 起来做 都做得很好 不断的在改进 不断求进步 不会被这个时代淘汰 能够跟科技文明相配合 把自己这个事业发现广大 这个叫死业 一代就完了 这个不叫死业 所以定心就重要了 做学问也是如此 定于业 早年我在台湾 我住在韩广长的家里 他们家的邻居 各个两三家了 是个天主教堂 教堂神父是方好 跟我也很熟 他那个时候 是政大文学院的院长 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方先生初中毕业 一生的成就 是靠自己自学 他的成就是定于一 一生几十年的时间 专门学一部宋史 中国二十五十里头 里面的一部宋朝宋史 他对于宋朝 迪安章文武制度 清清楚楚明明白的 成为宋史的专家 虽然他没有 这个波斯学位 没学位 凭着他的设例 学校请他做教授 以后请他做文学院院长 中央研究院 凭他做院士 定于一 这一门东西 你要用上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当然成了专家了 十年二十年 你要搞十几样 二十几样 门门都懂得一点皮毛 没有一样东西 能够拉得出来 能够出人头地 没有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佛法经论 也佛如是 在很早的时候 我刚刚出家没多久 新民法师 在台湾南部 创建 佛光山 先办了一个东方佛教学院 请我去教授 我在学院里面担任教务主任 那个时候学生有一百多人 我向他建议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同学们可以分组 两三个人一组 专攻一部计 专攻一部论 这样子 深年下来之后 他就变成专家 他就变成世界第一 我给他建议 他听了也很高兴 最后想想不行 他这不像副修院了 我说没错 这是私塾里的教学的方法 我跟李老师深年 是私塾教学方法 个别也知道 有效果 我知道是有效果 但是这个不像副修院 他副修院拼起来很多老师 跟一般学校上课的专画一样 那我这个方法就不需要那么多老师 只要有一个指导老师 就够了 如果分足 两个足 就两个老师 三个足 三个老师 分开教室 都是一门深入 你一生搞一部计 不一样 那么我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成就 就代理于李老师的教导 李老师教人就是一门深入 所以我在他会下 十年 学五部经 人家这个五部经呢 是半年一年就学完了 我这个五部经学了十年 这很多同学都晓得的 我头一部学的阿南问世佛几乡经 第二部学的弥陀经 第三部学的是普行行愿品 就是十大愿望最后那一句 第四部学的是金刚经 第五部学的是一个大经 大佛顶熟了一言经 我在他会下十年 学这五部经 那一言 我记得好像讲过七遍 但是七遍当中 好像有五遍的 没讲完 从头到尾讲圆满的 只有两次 我在香港讲过四个月 1977年讲了一言 好像讲了三分之一 也是没讲完 四个月 那么以后 你看我讲法华 我讲博弱 我讲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地藏经 还有许多的论 讲华严经 这都没学过的 所以你一部经的理论通了 步步都贯通了 没有障碍 不但佛地经教里头没有障碍 其他宗教里也没有障碍 天主教里头我讲过玫瑰经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的时候 我没有讲全部 揭露里面的篇章 我也讲过古兰经 读通 在这个地方有两次 我跟诸位讲四书里面的大学 你看 讲过两次了 这都没学过的 儒家的 试出世间法的 都是通的 问题就是你一门 你要通 你不通 不行 所以古时候 这个老师读出黑夜 一定比对你要贯通 那你学生一定要能接受 要有定性 真的把心定在这一步上 才会有成就 第六呢 不退心 定在一步上 不能退传 天天干 有的时候干得怎么样呢 枯燥无味 枯燥无味 要晓得怎么会产生呢 功夫不得力 就会枯燥无味 如果功夫得力了 那个现象是发喜崇拜 你看能有的头一句说的 学而实习之不亦落 那你落得不到 你学得很辛苦 很枯燥 那是什么 学而不习 你就没法习 学了这个习 你所学的要能用在生活上 用在工作上 用在厨师待人家 换行心就生出来了 学了真管用啊 学了要没有用处啊 那就真的枯燥无味 很不容易啊 学下去 这不退心啊 这些所说的 从第一个信心到不退心 这个六条 都是属于自立 下面这几条呢 这种在利他了 第七 回向心 回向心 用现在一句很流行的话 为人命服 这是回向心 在佛法里面呢 比这个范围更大 佛法是为一切众生服 一切众生呢 包括九法界 也可以把舍法界 都算进去 我们佛物的对象是舍法界 为人命佛物 是舍法界里的 只有人法界 其他九个都没有 佛教我们 要把心量扩大 你一念呢 都要想到啊 为舍法界 一切众生服 这叫回向心 帮助一切众生 转悟为神 帮助一切众生 转迷为物 转烦为神 你要想帮助别人 你首先要成就自己 自己没有成就 怎么能帮助别人 这个现在人所讲的 使命感 有这种使命感 这个使命感是个动力 这个动力会让你 紧紧不退 为过人 无所谓 偷一点蓝 没关系 你要想到许许多多的苦难众生 都在等着你帮忙 那你不很认真努力学习 你怎么对得起这些众生 对不起老师 老师辛辛苦苦指导我们 对不起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都希望我修成之后能帮助他们 我们在这个经前面念到 看到如来在古地上 一回向心 成就 感应到脚啊 为什么众生有感 佛菩萨有印呢 回向心 因地里头 曾经发过这样的大悦 众生无边是远度 所以 帮助众生这个心愿 你念不忘啊 绝对不是说 我成了佛之后 我才能帮助众生 不是这个意思 我学一分 我帮助一分 我学两分 帮助两分 所以 纵然我功夫还不得力 我这个愿心 不能有啊 所以初发心的时候 也回向啊 愿意词功德 庄严佛进土 那有没有功德都不知道啊 但是回向就照念了 功德就是 自己真正做到了 真正学到了 那才有功德 我以我这个功德 以我的智慧 以我的这个德能 向好 无条件 就帮助一切需要的人 这回向的愿心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又回向愿心 我现在 我现在 底下 底下 底八 互发心 底八 性的菩萨 互发心 这个使命感 这个使命感 更切 更深 更广 佛法 需要什么人来护持 需要什么样的人来沉船 需要什么样的人来沉船 一定要实现菩萨了 那 这第八十 互发的信心 互持佛法 正法 救助 护持佛法 护持佛法里头 最重要的 就是 兴受奉行 你才真的能护持 你要相信 你要接受 你要依教奉行 要为人眼说 为一切众生 表演 表演 做出来 跟大家看 讲 没用处 收效果 很微薄 昨天 澳洲 格里菲斯大学 杜教授 来看我 他代了 八月份 联合各教科文组织的 和平会议的 结论 送给我 同时告诉我 这个结论 送了好几个大学 他去拜访 他这次 访问加拿大 菲律宾 有几个国家 昨天到香港来 住一天 特地来看我 告诉我这些状况 我很感慨地跟他说 就是你送给这些学校 如果这些学校的负责人 校长 很看得起你 把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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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会议的总结 放在他们学校 档案里面 很对得起你了 那么能落实呢 不可能 他自己也承认 不可能 如果学校校长 不重视你这个 寄了之后 你离开 他就放自治楼去了 这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 这种会议 我参加了五次 中国人参加 会而不一 一而不决 决而不信 联合过这些会议的时候 大概可以到 会有意 有决 后都不信 没有一个人听你的话 没有一个人 一交通信 你看 每一年 这种会议 开多少次 投出去 多少人力 物力 才力 最后 都没办法落实 所以世界 一天比一天 混乱 大家口里都喊和平 和平 没法再落实 这个问题 严重 我们也想到很多 怎样 才能落实 必须要去做 你要把它做到 做出来给人看 我这么多好意见 还不是说空话 还真可以做的 你要是不做 再好的意见 人家看到之后 点点头赞叹你几句 半信半疑 这真能做得到吗 你要做出来给人看 这个近来很难得 有一些真正热心的年轻人 学弟子归 学了一段长时期了 深受传统文化的感动 真正愿意放下一切 做出牺牲奉献 来从事传统的 伦理教育工作 这个好啊 难得了 从难做 从我们自己本身落实 你可不能要求别人 要求别人做不到 先要自己做到 做出样子来给人看 一个人力量剥落 人家看到你一个人做到 没有看到第二个人 还是半信半疑 如果我们有一些大众 这是三十个五十个 一百个两百个 我们都能做到 人家会想想 行啊 这是真可以做到的 他们能做到 我们也能做到啊 这种信心生起来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有救了 啊 逐步逐步发展 就会有很多人求 很多人回头 这是护法的信心呢 啊 所以法 佛法 儒家的法 道家的法 古圣先行教会之法 啊 所有宗教典籍里面的法 要落实才行 经不是念的 经是要落实的 你看看清凉大师 就在我们这个华严经 你看他分阔 你就看得很清楚啊 啊 华严这一部经 三十九品 八十句 在中国翻译 清凉大师 把它分为四大部分 信 解 行 正 啊 佛法最重 重视的 行政 啊 你就得受用了 如果 直语 信节 没有行政 那就是 古人所讲的 硕士 素宝 不得受用啊 啊 李老师讲经 常常跟我们做个很潜行的比喻 肚子饿了 啊 想吃东西了 想想那些餐馆 啊 啊 那些菜单呢 哦 都能够啊 说得出来 说了半天呢 一口也没吃 啊 这就这样 有幸 有解 没有心 没有真 啊 所以一定要落实 啊 落实从哪里起呢 天天要落实 我每天 学一句 我就把这一句做到 学一段 我就把这一段做到 如果大家真的跟着华严金 这样做法呢 华严金圆满了 你就成佛了 啊 你看看 我们现在讲到 第九性 那你就是第九性位的菩萨 你已经入了一道神神了 啊 学初性是初性菩萨 学二性是二性菩萨 这一步进 学完的时候 你就成了妙觉了 究竟圆满的福果 哎 这今后 他有表演 啊 那个正的 那一份里头啊 有表演 善财同子 五十三餐 做给我们看 啊 你看他就参学 他参队云比丘 队云比丘是初诸菩萨 他能够见到他 他就是初诸菩萨 他去参访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是第七回向位的菩萨 那 善财同子 咱说 就跟观音菩萨是同等地位 啊 后面参访 文书福贤 等着菩萨 真的是五十三餐了 悟不高深了 那怎么不欢喜呢 从书发心成佛 不要三大神奇迹 一生圆满了 啊 这个一生圆满 就叫做一成精 那这不是大成 大成还有三大神奇迹 啊 这是一生成就 啊 善财给我们实现 一生成就 啊 一成精灵 在佛法里面 只有三部 啊 我们中文大藏经语 只有三种 第一种是话语 第二种是法法 第三种是凡网经 戒经 啊 凡网经很可惜 我们只翻了戒律的这一部分 其余的就没有翻过来 啊 这三种是一成精的 一生成就啊 不要等到第二生了 那华言我们能不能成就的 能 那为什么能呢 华言最后啊 射大愿望到归结路 就戴业往生 这个能成 依照华言经的理论方法修行 太难了 啊 你看看 华言经 其粗性位 断剑户 其性位 断四户 那我们能做错 我做不到啊 啊 九性位 沉沙烦恼 破的差不多了 快破完了 啊 实性圆满 就灯 出注了 破一瓶无名 这一份发生 这 这我们真是 望尘莫及 啊 我们多了 学 认真努力学 能学多少 学多少 聂佛求生 尽土 肯定得生 啊 所以华言 古德称为 大本 古良寿景 有道理啊 那不是没有道理啊 啊 林恩池大使 诸捷 弥陀金 苏朝 完全用华言交易 啊 护法 头一个知道 护自己 啊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修学的 这个次第 啊 一定是 心眼端 见死 啊 先端 知主 啊 从什么地方下手呢 从弟子归下手 啊 弟子归 叫我们什么 转悟为善 啊 现在人 很少人知道 孝顺父母了 很少人明白了 要尊敬 长辈 啊 弟子归一开头 孝 孝 孝是对父母 啊 t是对章背 啊 啊 守小帝啊 赐景心 景是谨慎 就是说对人对私对物 要认真负责 不可以骂我 中国过去 这些有道德学问的人 你看对这个诸葛亮的批评 诸葛亮一生的成就 令人佩服啊 诸葛亮的长处 古人一句话说破了 说得很好啊 诸葛一生为谨慎 他这个人一生做事情 无论对人对私对物 小心谨慎 一点都不敢随便 都不敢骂我 这是后人的好榜样啊 景是对自己 要小心谨慎 我们今天讲认真负责 除对自己之外呢 那你要接触大众啊 你对人 对人信用 这减下都是心啊 完全是生活行为啊 实在讲四个字啊 笑替 谨慎 从这里学起 我们今天做事真的是很模糊 懒散 换句话 不负责任 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责任 也不懂得 佛在经典常常讲的 为人引数 如果你这四个字懂得了 你就晓得什么叫责任 那为人引数 也就是现在 这个中国学术界 我在这个北京师范大学 看到的这个 这个 两句话 学为人私 行为师范 那这是什么 这就是你责任 我们在这个世界 要给社会大众啊 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做一个很好的表率 我们的行为 要给社会大众做模范 那我们这种草率随便 不负责任 能够给他们做模范吗 笑替警信 你能做到啊 这就是学为人私 行为师范 下面再把这个心量扩大 凡是人皆许爱 爱中啊 你能够爱一些众生 你就不会害人了 你怎么能忍心去害人呢 你才真正做到一个好人 这样的人才能学佛 你看看 佛镜也打开 你会常常看到 善男子善女人 善男子善女人 有没有你在里头 你是不是个善人 怎么知道了 这里头有没有自己呢 那弟子规啊 打开了一对照就知道了 弟子规 113条 统统都落实 都做到了 来 佛镜也打开了 善男子善女人 善女人 有你一份 如果弟子规 没有做到啊 善男子善女人 里头没有你啊 这个你要知道啊 所以 弟子规 是学佛的 基本条件 没有弟子规 你就不能修佛 你见佛门来修佛 是假的 不是真的 像现在学校里 你不是正科生 你是来旁听的 那旁听 老师对你不负责任 你是正科生的话 老师对你要负责任 这个里根寺 都要搞清楚 搞明白 所以弟子规 是做人的基础 换一句话说 佛法 是好人修的 做卧的人 能不能修呢 做卧的人 要忏悔业障 也能修 要把业障 忏悔掉啊 那他也是善男子善女人 忏悔 最重要的 改过自信 这是早年 张家大师教我 我年轻的时候 生活非常困苦啊 老师告诉我 佛师门中有求别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 他教过 他给我说的 他说有时候你求呢 求没有感应 你求不到 没有感应 那这是什么原因 不是佛法不灵 而是你自己有障碍 这个障碍 在佛法叫做业障 你必须把这个障碍啊 灿除 灿除业障啊 感应就限制 又求别 又求别 这个难得了 我就请教 那老人家 怎么个忏悔 他教给我的 不是在佛菩萨面前 烧香磕头 在那里参醉 求佛菩萨原谅 不是的 他给我讲的 真正忏悔 是自己知道错了 往后 绝对不会有同样的错误 这叫忏悔 我明白了 这就是儒家讲的 不二过 孔子赞叹延辉 延辉是个好学生 孔夫子最欣赏 好在那里呢 过世只有一次 他不会犯同样的过世 这个太难得了 所以我在张家大师呢 学到了 忏悔的方法 同样的过世 不愧悔 天天呢 要翻新 天天要改过 你看廖藩先生 做得很认真 而且呢 云古禅师 叫他用功功歌 认真地去翻新 每天 哪些四十善 哪些四十悟 通通要记下来 然后啊 每一天做比较 这一比较才晓得 我这一天是善多 还是悟多 促舌 总是悟多善少 慢慢有一段时期 两年三年 可以达到平衡 善悟差不多 再有个七年八年 十年 慢慢地说 善多 我少了 这个事情要干一辈子啊 活一天呢 就要认真干一天 这叫真忏悔 所以护法 首先要护自己的法了 自己都护不了 你怎么能护别人 不修忏悔法 你怎么会进步 第九 这个戒是戒律 这个戒是戒律 就是戒信心 你要知道戒律的重要 你要重视戒律 你要严格地去遵守戒律 开头学是比较麻烦 为什么呢 自己烦恼稀奇太重 总是跟自己相违背 可是慢慢地变成习惯 那就自然了 所以戒 是自己本来的信德 那边十三叶 十三叶是本来的信德 人本来就是这样的 迷失了自信啊 所以起心动念 跟这个十三叶相违背了 这错了 所以要重视戒律 持戒念佛 第四规是戒律 十三叶是戒律 三规五戒是戒律 出家人还要加一个 沙弥勒一 这是我要求的 比丘菩萨不敢讲 太高了 我们能做到这一点 就算不错了 念佛求生净土 就决定得生 末后一个是愿心 愿心简单地讲 就是四方十愿 众生无病十愿土 烦恼无尽十愿段 发门无量十愿雪 佛道无上是愿成 念念不忘 我们今天称佛道 就是求往生 往生就是成就佛道 那么今天跟诸位讲的 十种信心 现在时间到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